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乱 不能乱 你惹不起我 然后连续了强奸了二十年 三十年 最后说咱都不能乱 我原来是做的有点不太合适 但你也长得太漂亮 你让我有点守不住 混蛋逻辑 对不 混蛋逻辑 当你在这个体制当中 当你拿了这碗饭的时候 你觉得你如何的时候 你说不能乱 但乱是强奸者一手造成的 所谓的乱 你眼中所谓的乱 就是不能让你随意的下一次再强奸 而被强奸者丧失的是人的尊严 当这一份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可以任人去凌辱的时候 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 对不对 所以当道德沦丧的时候 在这个体制整体道德沦丧的时候 这当官的想改革的人 都在做着一种特别的 非正常人类的行为 因为共产党是特出材料造成的 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今天大家很多人仰仗的是习近平 希望习近平有所作为 那习近平我们也曾经说过 他对男人女人的这些事呢 看起来 截止到现在我们看见 他非常反感 所以他希望他有些动作 但动作会怎么样 到今天呢 到六月份呢 很多人已经没什么太多希望 可是呢 前哨杂志香港的 登了一篇报道 又不能不说呢 这篇报道如果是真的话呢 就是说后面习近平 是不是在埋着地雷呢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据传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配偶 子女经商被叫停 这是前哨杂志拿出来的 他讲说 习近平在一次中南海政治局的 常委的扩大会议上 剥夺了新旧常委的免死金牌 与此同时规定 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委员 配偶及其子女不得经商 也不得担任要害部门的 国企高级管理部门的职位 前哨杂志登出文章讲说 习近平剥夺了新旧常委免死金牌 建议取消15大以来 常委不得立案调查的内部规定 只要举报证据确凿 国内外影响恶劣者 无论现职的还是退位的政治局常委 都必须接受立案调查 这个消息如果是真的 在我的眼睛里 习近平真的动手要做什么了 15大定的规定 规矩 谁呢 大家想想谁呢 江泽民 他当时定的规矩 是给自己定的保护自己 而当时的政治局常委的人马 都是他的 对吧 胡锦涛就是个小媳妇 这就是文家宝 根本说不了什么话 没用 政治局常委是当时 江泽民拼了老命要保自己 就是为了不能够被立案调查 而他里头讲说 新老政治局常委都包括其中的话 新常委能怎么着 对吧 他要收拾谁 他只能收拾江泽民 文章警戒说 除了废除常委免立案调查权之外 还规定七个常委的委员 配偶子女不得经商 也不得担任要害部门的高企的高级 这个高级执管 这一禁令 其实与废除常委免死金牌 是相辅相成的 以往从15届到17届常委当中 其亲属之所以能够神奇般 奇迹般的迅速报复 就是因为享有免查的靠山 敢于无法无天 为自己的眷属创造条件 后面他就列他的亲属 有什么亲属去赚钱了 我个人觉得这是 他是一枪 一石二鸟了 政治局常委 查政治局常委本身 免了免死牌 今天活着的谁也跑不了 七个常委 七个 今天中共政治局常委 我说过十八大是 江泽民拼了老命 为了保住自己 塞进了他的人 而这七个常委的 这个规定的说法 就是打折江泽民的四条腿 江泽民有两条腿啊 有人说他是蛤蟆 所以石潮引用那个说法 附体的说法 四条腿 冲着政治局 现任政治局常委委员 子女配偶的说法 是打折江泽民的四条腿 如果他那么做的话 当然是不是真那么做 那咱得等着瞧啊 齐绿看账本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官员 骗了个小妹妹 女主播 那主播就蛮漂亮了 也算很好的职业了 那骗完之后大概四年 那女主播翻了 因为很简单了 人家要名分 你说你没有家里没老婆 据说女主播已经跟这个中央 中央这个办公厅的这个官员的原配 已经联手要整这个 整这个当官了 那现在的女孩呢 我曾经说过 你惹不起哎 对吧 甭管是美美干干湿湿 拖拖穿穿 你现在哪个你惹得起啊 对吧 人郭美美咔嚓来一把 我曾经说过 上头的爷们下菜了吧 对吧 都跟李莲英似的 换官 他不敢惹 这小女孩就这么挑 你就一点招都没有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大家想想为什么呀 男人龌龊贪婪 肚子里除了那点东西没别的 当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你就狗屁都不是了 他就能整你 苹果日报登陆一篇文章 实际是采访了这件事情的女主角 女主角说 我不要钱 只要一个说法 人家要名分 那从这些照片来讲 应该说18岁以下的小朋友最好不看了 他就讲说 中央办公厅的前副主任 等等等等 这个诱骗包养电视台的女主播 整个这件事情回复了一下 然后苹果日报讲说 整个事件的女主角 纪英南 接受了苹果日报的记者的电话的专访 在专访当中 纪英南直接提到 这位中央办公厅的官员说 表面道貌岸然 实际禽兽不如 中央办公厅 那是大内总管的地方 大内的地方 对吧 在这位女主播的眼睛里 里面的人 道貌岸然 实际禽兽不如 我的话就 你别糟蹋禽兽啊 别糟蹋畜兽 文章提到说 纪小姐在电话里面 在回答这个苹果日报记者采访时呢 非常的伤心 非常的伤心 女孩子被伤心了 他讲说 很多内地的记者采访 有采访过他 但都提到不一定能够曝光 不一定能够报道出来 他讲说 我想可能是因为范岳的身份 那是中央办公厅的 某一个部门的主任嘛 他是中央办公厅的官员 可是中央办公厅的人 可以无法无天 逍遥法外嘛 这就是小妹妹比较嫩的 对吧 法律是人家的 对不对 当然这位姓范的 有可能会舍菜 替你出一刀 因为这事没法弄了 对不对 你给扯呼了 女孩子扯呼了 爱咋的咋了 你就把老爷们就给淹了 其实我看就这么点事 他底下说了很多了 他说 我知道他们想把 这女孩说 他们想把我描绘成贪图财产的女人 但是我什么也不要 钱不能弥补他对我造成的伤害 我就是要他给我一个说法 为什么欺骗了我四天 要一个说法 要一个名分 我这里就不得不跨上那句话 对吧 有朋友说 我这期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有人说了 中国不能乱 一乱都倒霉 我引述的概念就是 强奸犯对被强奸者的说法 对不对 要求被强奸者不得出声 那是一个泛泛而言 这是一个具体的实例 季小姐为了挽回自己的名誉 讨一个说法 颠覆了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 办公厅 为我党 为中国不能我党了 为中共我黑了 带来不光彩的事情 造成了事情 事情很混乱 造成了微博很热闹 造成了未来不知道如何弥补 毁坏了我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优秀党员 因为他能骗你四年 傻乎乎骗你不少 这就是我想说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 你要一个说法呢 你还是要一个认人宰割 认人凌辱的女人 每一个中国人有这样的选择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